人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猛然醒悟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当我们后悔的时候 一切已离我们而去 学佛人学佛之后拥有了后悔药 那就是礼佛大忏悔文 学佛人以慈悲心来善待一切 用智慧来化解烦恼 感恩对方曾经的付出 用人伤我痛的佛学精神来化解灾难 了悟人生 看事物不全面就是偏 一个再好的钟表不准点就是偏 犹如扣扭扣 一个扭扣错 个个都错 扣到最后一个才发现 原来自己的一生都是错的 没有修路的人 哪有金光大道 没有栽花的人 哪有鲜花灿烂 没有学佛人的慈悲 哪有众生的离苦得乐 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就种下了贵人缘 种下善缘 才会得到团圆 今生相遇的佛友 都是无数世共患难 共修心 积存的善缘 好好珍惜 今生的钱财名利 是轮回路上 行善积德的福报 切莫羡慕 我们一生中的一些悲惨的遭遇 是我们轮回无法逃脱的恶果 希望大家 慎之善之而行之 要修福修德 多给孩子留一些德 才能让德性传给子孙后代 避孕他们 要用智慧的钥匙 开启无常带来的业 不执着 随缘生活着 认知生命是责任的开始 也是制造善业 消除业障的场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